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國香港的李育芳 通常在香港的頻道 大家都會叫我莎姐 因為我的英文名字是Esa 今次我會叫做進軍內地 其實主要是希望透過和大家的溝通 互相了解多些 其實有些事情可能是大家不了解 亦都不知道我們背景是甚麼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有甚麼不知道 背景 就是中國人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受西方文化影響 舉個例 莎姐今年可能會嚇到大家 我沒有用濾鏡的 全真樣子 亦都沒有弄過 我其實未來就49歲了 其實我是經過殖民時代的 亦都是玫瑰 到我剛出來工作的時候都是殖民時代的 在我讀書的十多年 其實一直都被我們的家長或階級觀念 觀書組 你一定要懂英文 你懂英文 你就會高人一等 亦都是 有些事情就是 我自己讀書那麼多年 其實是沒有讀過中國歷史那麼低的 因為 我是殖民地時代 第一 他不會講中國歷史 而通常要讀到真真正正正的中國歷史 就差不多要去中四中五 我們當年 現在就改了就是 我們當年 現在很多 打喉 大家經常說黃人那些 我們當年受的教育就是 小學一至六年班 中學 中一至中三 就是一個階段 那就是九年免費教育 然後中四中五 你就可以選擇讀和不讀 到過了中三你就要選擇 你是要讀文科還是理科 文科 一定會包括 中國歷史 有些純文科 包括中國歷史、中國文學 地理、西史、世界歷史 那些 有些文科 就會 加一部分 加多生物 為什麼呢? 就是方便你將來 做護士 因為做護士 就一定要有科生物 不然你就做不到護士 我就是讀純理科 即是化學、生物、物理 那一堆 所以其實我真正正式 讀過中國歷史 其實只有一年 因為那時候還是要我學校 很幸運 為了讓我們中四中五選擇科的時候 是會比較方便 所以 把原本的社會 科學 都拆散了 科學 自然的那些 就會拆回去 物理、生物、化學 那些什麼 社會 或者那些 就會拆回中國歷史、西史、地理 所以我都是叫做正正式 是叫做讀了一年 那你覺得一年可以讀到什麼呢? 很失禮說一句 你從皇帝時代叫我數到清朝 我是數不出的 而我們讀書的時候 沒有內地的那些 詩詞歌父母 理論上 實質上 都是只有一科叫中文 沒有的 沒有什麼是關於 國家的 除了一科中文是叫中文的 你說 那社會那些是什麼? 社會那些 就不是現在那些通識那些 那些 社會 就是 讀 由紅磡火車站 數火車站名 數到去上水羅湖 沒有了 完全沒有了 那跟著就可能是科學就是什麼 蝴蝶啊 那些那些那些 你想想我們會有多久可以接觸 中國歷史呢? 而且殖民地時代那時候 是 皇帝時代數到去清末 沒有了 最多再加多兩個 燒鴉片 林則徐燒鴉片 再加多一個 即是孫中山 那跟著 沒有了 後來我們國家的 發展是怎樣呢? 我們捱過多少辛酸呢? 即是大家捱過多少辛酸呢? 是完全不會說的 那麼到現在 你找回一些教科書 都未必會說的 我自己知道的 即是中國的 近代史 所謂 就是來著我媽媽的 那我媽媽那時候都 其實我有時候很質疑一件事的 為什麼 香港有些人 很有趣的 你會發覺 你在香港土生土長 又或者在香港受教育被洗腦的 你討厭內地 因為你不了解 你沒有去過見過 你不認識 OK 但你會發覺 原來很多 漢奸 叛國賊 是內地的 不是說內地 好像說黎智英 他是內地下來的 跟我一樣是內地下來的 那好像說 鄭松泰 或者是有些議員 他在內地讀大學的 對呀 為什麼會 反過來的 究竟他發生什麼事呢 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要深討 不是說內地有問題 究竟他在 內地回來香港 那時候做過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 因為我自己媽媽 就算他自己 受過 一些叫做 苦難 因為我媽媽是大學生 大學畢業的 那你想想 在我現在都差不多 50歲 49 我媽媽今年八十多 在她當年大學畢業 我媽媽 如果好像我舅父 我舅父也是大學畢業 但我舅父不同 我舅父是兒子 我舅父是大學畢業的 如果他考到入大學 整個村人都會給他學費 但問題是 我媽媽 是小過我舅父的 那 家裏面 有一個讀大學 兒子 為什麼還會 讓我媽媽讀大學呢 其實我家當年 根據我媽媽描述 我公太 是很有米的 即是那時候我公太過年度 他上山月嶺去做生意 所以他是有點米的 我也相信 如果沒有米的話 怎麼會多供一個 我媽媽 給錢供我媽媽去讀大學呢 也都因為 之前回鄉下 我姐姐就跟我說 鄉下的叔叔 真的是五星級豪華招待我們的 招待我的姐姐 因為我沒有回鄉下 因為身體問題 我沒有回鄉下 我姐姐說 真的是五星級服務 原因是什麼 就是為了當年 我外婆 分米給他們家 讓他們家裡有米 可以吃飯 其實也不是吃飯 即是煮粥 那時候大家知道 有飢荒 大家都沒得吃 我媽媽讀書的 當然是所謂的被人批鬥 但是 我媽媽捱了 即是被人 共產也好 批鬥也好 沒得吃也好 但是我媽媽從來都沒說過 中共正壞人 什麽什麽什麽 我見到有些人 都是內地下來 她很討厭 很討厭共產黨 或者很討厭內地人 什麽都說共產黨壞 但我媽媽從來沒說過這件事 而我們亦都 見證了那個時代 我記得我八歲那時候 那時候我回內地 其實那時候我不明白為什麽 大了當然知道為什麽 那時候小了當然不知道 為什麽每次 明明熱到死都要穿 五六七件衣服 那時候火車又沒現在那麽舒服 我媽媽要由窗口塞我進去 然後霸位 沒有現在那麽系統化 那個位置是你就是你的 你明明了就是你的 那時候是要霸位 那時候不明白 但後來 知道上面真是物資很缺乏 當然物資缺乏是一件事 都要有正確才行 我剛好我們家的家族鏈是比較大 那我那個 表姐的女兒 叫表姨生還是表姊女 那樣 她就小我三歲 那所以我的衣服 就可以給她穿的 那所以每一次 媽媽都要我穿成 明明是條裙來的 都要我裏面穿幾條褲 然後外面又生幾件衣服 熱到我黏肺了 是不准脫的 那就戴上去給她 但是我們 我自己見證到 這幾十年 發展是真的很厲害 從我自己本身 廣州家是淡肥廠 淡肥廠大家知道 其實都已經是比較 郊區 在廣州來說這叫郊區 但是當年 簡直是農村 我記得當時我們搭 即是搭火車 由香港搭車 即是九龍 紅磡火車站 搭搭搭搭搭 然後過關 然後再搭火車 基本上已經是傍晚的 回到去 但是回到去是傍晚 說的是在車站 然後 我的表姐夫 借了一輛車 就會載我們回到大肥廠 淡肥廠 還記得當時 那條路是很窄的 一來一回的 只是 兩輛車一來一回 而當中有車營面來的時候 還要慢走一走 因為下面就是農田 兩邊就是 有些少許可惜 印象很深 兩邊就是一些很大的樹 很整齊的 然後下面就是農田 但是現在怎樣 我現在回到膽肥廠 即日來回都行 即是早上去 吃完午餐 休息一休息一休息 休息一休息 四點鐘載回到香港 都還可以 這個就是 發展 以前 又 又 又過了深圳 買票 去到 都差不多半天 現在 一個小時或兩個字 很準時 一個小時或兩個字 就去到 廣州東站 所以這個是看到發展 但是 香港的 有一部份老人家 或者有一部份 再大我一點點 不知道是受了什麼刺激 他就永遠停留在當年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看到 國家現在發展得很好 他從來都 還要是 失禮一點的那個 他還要是導遊 帶團去內地的那些 導遊 他是導遊 他看到國家的發展 可能 國家有對他不公的 他覺得 如果不是當年這樣這樣 他可能現在就飛雲彈達 但是你又要想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幻想是好未好 但現實是你自己決策錯了 我媽媽都說 經常有時候都會說 如果當年沒有下來香港 現在在內地生活多好 他五六十歲的時候 經常都是這樣說 因為他看到 跟他一起讀大學那些 不是做了什麼銀行的行長 就是做了什麼什麼經理 因為我媽媽當初在內地的時候 是做幹部的 當然差不多 他當年大學生 差不多應該是幹部 所以 他會有後悔 但是他也沒有特別埋怨 因為這條路是他選擇的 那時候 結婚 我爸爸下來 他又要跟爸爸下來 所以 他只是有後悔 但是他又沒有說 每天在那裡慎 所以我會覺得 究竟現在那些人 尤其是那些年輕人 國家有什麼對你不好呢 國家好像從來都沒有做過任何傷害他們的事 不同我媽媽 真的受到傷害 但是我媽媽都沒有勸了 因為 他真的看到國家發展了 方便了很多 舒適了很多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回上去 那時候 我的表哥 娶了老婆 表嫂那些 都還是要我們 那些事物資支援 然後 早十年左右 回上去 其實一直都有的 不過是這幾年當然沒得回 還有我自己身體 我就不適而回上去 只有那麼密 因為我不可以即日來回 我一即日來回 我就會發高燒 我是比較辛苦 那時候我表嫂就跟我說 她說 以前當初 就真的很羨慕你們香港 但是現在不羨慕了 因為 她現在退休了 是有一筆錢 有些公務員 每個月有錢 好像是這樣 根本他們現在退休生活 每天就是負責想想 下個禮拜去哪裡玩呢 跟著 想下誰去玩呢 吃什麼呢 所以有時候 我現在都教了微信 他們的訊息 我是教了靜音的 因為大家知道 內地 就會不停發想 不停響響響響響響響 但是 大家知道在做事 他們退休了 我還要做事 當然不可以讓老闆知道 你的電話不停響響 我教了靜音 而且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當你在做事的時候 你會發覺他們在游山滬水吃好東西的時候 當然是妒忌 所以 就教了靜音 我會覺得 這件事 是我們 香港政府從來都沒有做的 沒有介紹好國家 說是一套很漂亮的 就是要唱好中國 其實唱不唱好中國 沒什麼所謂 有眼見的 但問題是 人們蒙著眼睛不肯見 但其實我們在香港 能夠拿到內地資訊的 其實很少 之前有一個叫做無窮之路 那個當然是 大家很捧場好看 但問題是 比較我自己 我不是不欣賞 我是欣賞的 因為國家真的令到很多人脫貧 但是 不夠 生活 例如 如果我們今天 想回到內地 我應該是 有什麼東西吃呢 其實現在很多人 你問一下 究竟內地有幾個省份 是沒有人說得出 又不可以沒有人的 但可能只是 一點點一點 我可以告訴你九成多人是說不出 內地有幾個省份 再問 內地天氣怎樣分佈 他們會有一些 我記得 因為我真的是地理和歷史很差 我記得 有個地圖會分幾個 一個會比較乾旱 一個好像我們南方經常下雨 一個會比較什麼的 你問一下 究竟哪些城市是乾旱 哪些城市是 濕的 熱的 哪些城市是寒冷的 我相信大部分都答不出 答得出那些 哪個城市寒冷的 哈爾濱 一定是可以回答的 放心 那哪些城市是熱的 濕的 可能有些好一點都會搭到武漢的 但是 哪些城市是有什麼特色的 桂林靚 成都紅貓 是很膚淺的 包括我也是很膚淺的 究竟 我們還懂什麼呢 我們除了認識那幾個旅遊景點 其實就真的什麼都不認識 真的 你問現在 我也不要再去一些二三線城市 怎樣生活 去一些方便一點 好像我之前 兩三年前 疫情之前去了北京 就探我乾妹 我跟著才發覺 香港很落後 那我就沒有去到所謂的故宮 所有的景點 我都沒有去的 可能大家會覺得 沒有去天安門 沒有去故宮那些 大家會覺得 你這傢伙是不是這樣 國家那些都不 什麼 其實我自己 那次去探乾妹 我主要 就是探我乾妹 我自己 還有之前因為要 避免這段 假期 我是處都好做 所以已經 體力透支得很厲害 所以那些景點那些 就沒有去了 我真的想休息 但反而是 可以 落地去 更加 接近 普通市民的生活 然後我就發覺 蛤 原來 香港真的很落後 我那次還帶了很多人 上去 唱了很多人 想著去旅遊去買東西 發覺 原來我是 最窮那個 那次他們 帶我去吃農家菜 北京的農家菜 38元 又不吃 然後 哇 很多東西吃 然後 然後 我發覺 有一個脆脆脆的 很好吃 我看到外面 攤 有 就想著十多元買 然後 對不起 我們不收現金 我們要 我原來發覺 原來我是最窮那個 整個北京之旅 基本上沒有花過錢 是因為花不到 然後我就發覺 原來我才是最利潮的那個 然後我看到我契妹的家 不是吧 一部手機可以開門的 然後我就發覺 為什麼我們香港那麼落後 還要戴鎖匙 然後她用手機 就可以去搭地鐵 為什麼我們香港那麼落後 真的很失禮 往香港還說 世界都會 是很發達 其實原來香港是很落後 然後我再看看 哇 北京的超級市場大多少 這裏 普通的肝貨 又有書 又有尿片 又有生活用品 牙膏那些 一定有 然後我就發覺 香港有的品牌 內地是有了的 香港吃開的品牌 是在內地有了的 什麼出錢一丁 新辣麵 全部都有 你沒見過的都有 不單止是內地品牌 你沒見過外國品牌都有 因為大家知道香港超市不是大 可能大家不知道 香港超市真的不是大 它是用一個叫做什麼 人頭去什麼 人頭去看成本 因為香港店舖很貴 如果 那個空間 如果好像 傻姐那麼大份 基本上 我背著背囊 在這裡看東西的時候 後面那個要很瘦才能過 或者要叫我借借 香港的走廊就是這樣 我發覺北京很好走 然後 又有 新鮮的魚 菜 還有那些 即場製的 類似鳳凰卷那些 我不記得了 然後又有南北貨 就是南北貨大家知道的 即發生的 然後 我發覺原來香港很流行 即你基本上去一個超市 即去一個超市 你買光了 然後我那時候還在想 我說你那附近B那樣怎樣 你要走樓梯怎樣拿著東西 他說不用的 打開Apps 即那個應用程式 然後 就在下面附近的超市 買東西給錢 一個小時左右我送上來的 他說那些菜都挺漂亮的 有魚有菜的 即你選對就可以了 他說那些菜各方面都挺漂亮的 不差的 我心想一下 喂 你想一下他買一餐菜會有多少錢 我給你百多二百元好嗎 很貴啦是不是 我告訴你 我們香港如果要一個超市送貨 起碼五六百元 有些壞到 只是網上 你看都沒有看的 就是圖的 然後你落單 800元才送貨 如果不是加送貨錢 你走樓梯另外加錢 你想一下 內地真的很方便 你買 幾十元 百多元 菜就已經送貨了 香港超市是沒有菜賣的 有些菜有 但是不漂亮 它本身的菜都不漂亮 它會送到上來會有多漂亮 那就不會有魚 而且我們在香港 有時很羨慕內地 打開美團 半夜就有人送上來 幾十元都有人送 但是香港不會 香港如果你是一盒飯 或者一個粉麵 它是不送的 它要你買多少錢 它才會送 但是 什麼時候送是另一件事 我試過有一次 整家人 就叫薄餅吃 薄餅吃 跟著我們等了兩小時 因為 它不管你的 它不會告訴你 什麼時候到的 是不會跟你說的 跟著 薄餅來到 我們已經 不用吃了 我都過了就已經不吃了 但是 當然了 錢就先收了 所以我發覺 內地真是好 半夜 不用外出也有燒餅吃 我們 真是我對面 那個屋苑 剛剛只是對面屋苑 如果我叫外賣 它要六十元才送 如果 我不是在這裡 再下一些 叫要八十元才送 你一個人在家 你就不用支外外賣 所以是完全不同 方便性 發達性 是完全不同 我那次 我乾妹送我 去搭的士 因為 最後我那個是早機 所以我就預約了 近機場的 賓館 或者酒店 就住 不用那麼辛苦 他叫了的士 很方便 他根本上叫了的士之後 他知道的士去到哪 你是很有預算 香港 你都可以叫的士 但是你不知道的士去到哪 然後你要不停地打電話給的士司機 你去到哪 去到哪 有時候 他接了你的單之後 他覺得 第二個單好早一點 或者高薪一點 然後 就不告訴你 又不告訴你取消單 你不停打他 他就不接你的電話 是有的 當然現在疫情的 大家知道 不能生活的 你 到處都是的士 你去哪裏都要跟你去的 所以 是完全不同 真是內地是 先進過香港很多 所以有時候我不知道 為什麼 自以為是香港人 是高人一等的人 他會有這麼大的自信 完全真的不知道 這次就說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談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香港的事 或者究竟現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歡迎大家留言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 分享我的影片出去 等多些 內地同胞 或者甚至是 再高一級的官員 即是 知道我們香港發生什麼事 可以糾正 我們香港現在的錯誤 這次就說到這裏 下次再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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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